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这样看中国节目除了在央广频道播出之外 也可以透过央广的官网或者是Podcast平台来收听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这个金门海域中国快艇翻覆案的一个政治工坊 那现在应该要怎么样来落幕 怎么样来收尾 那个目前看起来警示态势还是蛮紧张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除了在金门海域的一个纷争以外 中国军事主权 他们这个九段线的延伸 在这个南海领域这个部分 也非常有很多的一个比较侵略性的一些主张 那战狼的一个策略等等 那最近又跟这个菲律宾 因为船只的一个碰撞 也闹得一个非常的一个严重 再来时间如果允许的话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可能又要重演四年前的一个戏码 由这个川普跟那个拜登双雄 又要再次来做一个对决 那这个美国大选的影响又是在哪里 值得我们关注的面向是哪一些 好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这个吴建宗吴老师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第二位是洪耀南洪老师 郑林桃各位听众大家好 来我们看一下金门海域中国快艇的 这个翻覆案的一个事件来讲 从这个1月14 这个意外造成之后 那因为出了一些人命 就两个渔民号称 渔民要刮胡了 这个因为基本上身份还是不太能够被证实 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因为有人命的一些死亡的一个因素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在台湾这边 因为民主国家 我们对一些人权人的那个价值是比较尊重的 也比较重视 所以这部分我们处理起来就比较谨慎 但是这个中共中国共产党这边大陆打折水棍上 就是说因为趁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件 他也做了一些一开始 其实还算低调 那渐渐的他就把这个力道升温 就是说把这个施压的一个力道 还有政治因素的一些考量 以及做一些比较强度的一些威吓也好 或说实质的在金门海域的一些执法的一个反击等等 造成目前台湾跟中国因为这一次的惊吓事件的一个发生 然后有比较感觉比较紧绷的一个现象 但是这个紧绷的现象反映在台湾的一个社会 或者说中国的社会来看的话 两边的老百姓好像也感觉不到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紧张的氛围 只是可能只是一些舆论上 政治人物上面的一些工坊上面 感觉好像两边是不是快要打起来了 或者说会不会冲突 事实上你看台湾的一些股市的一些最近的一个反应 也非常的一个特别 已经要直攻要攻上这个两万点历史新高了 有这样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反差 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 或者说我们应该来怎么来看待 那最终这个快庭反复案 谈了15次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 也等于说有一种讲法 也等于等于是拍桌良善了 那是不是后面要怎么来处理 还有没有可能性 做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方式等等 是不是请这个吴建宗吴老师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农历春节期间 大陆的这个三五渔船 那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接到金门民众的报案 然后前往进行相关的这个驱离的一个动作 之后在执法过程当中产生了三五渔船的这个翻覆 随即这样的一个事件就进入了司法的一个调查过程当中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发生了不幸的一个事件 当然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不过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本身 我想还是有一些脉络应该是要来这个作为梳理的一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我想对于金夏海域的三五渔船 其实在过去马政府时期的时候 其实一直针对着这种金夏海域的这种三五渔船的这个出没 列为是两岸应该要共同打击犯罪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看到了这个两岸如何能够共同来打击这样的一个三五渔船 那在春节期间这样的一个三五渔船还出海来作业 那我想中共的这个海防或者是边检应该是有松懈的一个情况 那其次我们看到在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接到金门民众的一个报案之后 随即前往这样的一个执法 那在执法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在海巡署过去里面 一直都有一些标准的作业程序 其中包括了确认这个船只广播驱离的这三个动作 基本上我想这个都已经是行之有年 不管是在各种不同的影像的一个过去的流出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这种官兵抓强盗的戏码一直都不断的在发生 尤其是在金马海域里面除了这种三五渔船之外 还有包括像抽杀船啊 还有像一些啊这些偷渡走私的这些等等事项 其实我们知道当然两岸关系是非常的这个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处理都是谨慎小心的一个部分 那尤其是金下海域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以来 如果我们按照国际法的话 会有所谓的临海这个临街区跟这个经济海域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为金下海域实在是这个非常的靠近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华民国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有限制水域跟这个禁止水域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大陆船舶如果进入到限制水域跟禁止水域的一个部分里面 当然中华民国的这个执法就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看到从2016年以来 这个中华民国海巡署就驱离了中共的船只 快将近9000艘 然后扣船的一个部分也将近800多艘的一个数字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其实是非常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共渔船进入到我国水域的一个部分 这不仅是剥夺了这个金门渔民的这样的一个捕捞的一个权利 那也对于相关的这些渔船的这个保护上面来讲的话 我想在过去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官兵抓强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一次里面我们看到这种快艇这个旋外机 它的这个马力是非常快速 而且在海上的一个执法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国际法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船只是可以有所谓的无害通过权 但是如果可能在这个船只上面可能有走失 或者是这个像卫生的问题 或者是像这个偷渡的问题的话 这个该国的船只是有这种所谓的登检 还有包括颈椎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看到中华民国的这个执法上面来讲的话 当然是这个距离可征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当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翻覆的事件之后 所造成的人命损失 那在中华民国的法治里面 基本上是进入到司法程序的这个调查 那这个调查当然我想当然需要一点时间的一个部分 那对于过去里面我们知道 这个24项协议里面 对于类似的事件应该是有机可循 有法可依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里面 这个两岸之间 因为过去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不管是像培洛西来台之后 这个中共透过所谓的战备警巡 把这个台海中线的这种巡弋 当做是他的一个例行化的一个样态 那在过去里面 中共也透过了在钓鱼台里面的这种所谓的绕岛的一个方式 跟这个日本产生了相关的冲突 然后在南海的地方也在近期 包括像菲律宾等等 即便是有了这个联合国的海牙的仲裁 那联合国海牙仲裁之后是判菲律宾赢的一个状态 那中共其实也是不理这个国际法 也是不理这个海洋法公约的这样的一个约束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中共现在就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战备警巡 或者是例行性的绕岛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的国防安全白皮书里面 其实都提到在过去里面中国的海警 在钓鱼台的这个作业 从原本的几十天到几百天 到现在几乎是一年到头 就在这个钓鱼台附近在做这样的一个绕岛的一个行动 那未来当然我们也看到针对金门的这样的一个执法事件之后 所造成的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 其实如果没有好好地谈的话 那当然是会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地缘政治上面来讲 当然会产生紧张的一个样态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都提出了这个呼吁 中共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则 但是我们颠倒回来看的时候 国人在看待这样的一个金门执法事件里面 其实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讲 台湾的经济不管是这个股市也好 或者是我们近期的台积电到日本去设厂等等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日常的生活 还是照常的这个运作 那并不会受到中共试图借由这样事件 能够提升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尤其是在中华民国总统520就职前 然后透过这种这种施压的一个方式 试图将两岸的这个局势再度的升温跟紧张 尤其是我们知道今年是全世界的大选年 由中华民国的这个大选开始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中共试图借由这样的一个事件 希望能够操作这个两岸关系的部分 那尤其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台办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外事单位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今年一连串的这样的动作下来 不仅没有拉拢台湾的民心 反而把台湾的民心越拉越远的一个样态 这个情势看起来 好像我不知道这个是算好还是不好 就是说好像台湾老百姓神经也蛮大条的 就是说外国在看这个部分觉得 两岸之间好像真的蛮紧张的 常常我们听到一些国外的朋友会也会提醒我们 或跟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台湾人好像就觉得这个好像数十年如一日 不是甚至比比这个更严重的一个一个情势的一个状态 我都以前都有面对过 所以这一次所谓的惊吓海域的一个部分 老共这个动作目前是有出手了 就有做比如说下门的观光船 他也强行去登剑登剑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来做一个恫吓 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具体或更规模更大的一个行动 你也说料不准 他到底要出什么招 我们还是得说事后看着办 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相对我们又来看一下 其实感觉好像中国也很忙 就是说刚刚也提到 不只是在这个台海这个部分 海峡中线 一天到晚这个飞机也好 船舰也好 也要所谓经常会有所谓 在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部分来做一些骚扰 会设地带 做这样的一个侵扰的一个动作 金门的部分现在又是这样的一个样态 日本的部分 因为钓鱼台海域的一个增值 它现在变成说 他们的海警船也常态性的 会在这边做一些骚扰的一个 或者说一些活动等等 那至于最明显的 我们刚刚看这个 菲律宾仁爱礁这个部分 已经直接船 船跟船来撞了一个状态 那发射这个水炮的一个状态等等 看起来真的很忙 这么忙到底这个 中共他们的一个盘算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策略 又是什么样子 那相对应来讲 美国的一个态度也是蛮值得 我们再做一个观察 那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一个阶段 再请这个亚兰老师 再帮我们做一些补充 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两岸国企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 或是Podcast平台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 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张正林时间 好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中国的海警 海军 或者说空军等等 就非常的忙 中国好忙 忙成这样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战略上的一个思考 或者是说也是一种 为战狼而战狼的一种瞎忙 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 刚刚讲到了 因为中国的动作这么多 乃至于说美国这边 当然也要适度的展现一下 它在这个区域里头 维持和平的一个决心也好 秀秀肌肉也好 所以他们这个第七舰队的 伯克级的驱逐舰 分横的好 最近也两度 穿过台湾海峡的一个中线 的一个巡逸等等 那日本在这个钓鱼台海域的 钓鱼台的一个部署 那个目前也是增加 兵力也好 紧力也好 来自于这个船舰的一些防御的一些能力等等 其实目标都很清楚 也是跟中国这边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不能 这边的事情不是说你说了就算 然后国际上的一些国际公约 或者说国际的条例的一些制定等等 你还是得要信守在那边 这样的一个动作 请这个耀南老师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老共这几年来都实施所谓的单边主义 要造成既定的事实 你说从钓鱼台 从整个南海 就是包括金箭机到台 都是整个单边主义 它要造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让你麻痹 让你对他那个借心 所以我们可以早期几年前看到 老共的不管是金箭海景 船在以钓鱼台附近 都跟日本的防卫队喷水住 但这几年为什么没有了 已经存在那边已经变成事实 那中共态度就是这样 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变成常态化之后 他都在等什么 突发状况 突发状况是要改变现况的机会 就像今夏这次的三五的船只 这叫突发状况 所以突发状况一发生的时候 他透过这事情来改变 变成常态化 他改变事实 所以他在等待的这种突发状况 所以就我们来讲台湾 我们应该要培养我们的 不管是官员各方面 我们应该怎么去危机管理 针对突发状况 只有我们突发状况不能在本类主义 或是处理眼前的事情 而是应该更上位的来看我怎么去处理 应该这个是个整合的作用 因为老共都要等你这个机会 你突发了 那过去这条船 三五船只是大陆跟我们都要共同打击的 对 共打的对象 那他违法 那结果他利用这机会反过来指责我们 要我们怎样 要我们道歉 要我们怎样 要我们要赔偿 要逞凶 你看这变成没有道理 过去是我们一共同在打击的对象 但我们注意看北京的媒体 基本上没有什么报 只有过来办发言人 顶多新华社报导两篇 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平王在报 但这把火点了之后 基本上两岸的有没有升高 没有 但这把火在台湾烧起来 就在台湾内部 内部不管立法院 不管国民党的夏立元副主席去到大陆 就变成现在变成是我们内部的分裂 就老共善用了 就是说对我们的那种民主化的内部的矛盾 对 就我们就被利用了 那我们就每天在咨询 过去谁在捍卫说金警还有海巡的潜力 结果他现在反而要把这些人推到第一线来 其实这都不对的 你看美国的国会访问团来 不管是共和党的或是民主党的 他们都台湾的时候 他们会批评拜登吗 政治想不会他们来也不会批评美国政府 对 对对 反而这时候我们内部 反而因为这件事情而分裂 这大概就是我想这件事情在处理当中 我们可能是台湾内部受伤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那北京当然你看他过去你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 你这种矛盾会不会跟你原来在推金下融合 在推福建融合特区 这个是违背的嘛 就是互相矛盾了嘛 对嘛 那基本上就是你就可以从这些行为当中去检验 中共讲的话算不算数 那这一边变成因为他面对的现在是台海 那台海我们想看看 从不管川普上台到拜登在推动的印太战略 那他还怎样国际化 嗯对 所以不管是美日韩的高峰会议 不管是G7G川体 欧盟开会一定要提到台海和平稳定 嗯嗯 就台海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两岸的问题 嗯是国际上的问题 是那台海国际化代表什么 基本上就是两个国家嘛 嗯 嗯那老共的策略当然是要把台海内海化嘛 嗯 所以他不断的去强调台海内海化的问题 嗯嗯 那台海内海化你就不能有所谓中线 有不能所谓的经济水域嘛 对 所以他就利用这些事情 包括可能刚刚建宗会讲到 培洛西访台他就要去突破中线 嗯 经济水域加着突破你的经济水域 对 啊这就是他透过突发事件 嗯而来改变现状 嗯他要形造成台海是中国的内海 嗯嗯 那如果没有没有中线 那外边的船跑来中线然后马上回去 跑来马上回去 你就根本就是你就是心中就有一条中线在嘛 嗯那过去这都是所谓的常态延续下来的 对那你现在你想要去改变它嗯 嗯所以他们老共在等的都要等什么等突发状况 是所以我们老实讲不管现在的政府或是未来政府 其实我们面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应该有一套更上位的怎么因应 突发状况的嗯的一个思维嗯这才是否则你看第一个这种事情一发生 当然每一个人在角度不一样 讲出来的话可能会有落差是那你就会被我们不是被老共哦 被我们自己人质疑自己人来质疑对你的矛盾嗯那每天都在忙你处理这些 所谓细节的问题自己也是在内耗对对哦所以说你看嘛他为什么要逞凶 那代表说那老共的司法权他可以执行到我们这边是啊这都是不对的啦 还要求我们海巡过去给他们征询了对那这都是不对的嘛 他就是这种到最后他就在做国际宣传是哦做国际宣传嗯 所以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对哦所以这个当然说我觉得这是要内部开始要有这种所谓的更高位更上位的这种嗯 土挖状况的危机处理的能力OK耀南老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也分析的非常一个清楚那台湾其实比较可悲一点啊也比较可惜一点 就是说面对外来的一个侵劳或者说一个压迫逼宫的一个现象我们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哦一致对外哦那相对来看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个建宗老师再帮我们解析一下哦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这个部分 原本这个美国的一些州的州的州法院啊就是说对这个川普能不能参选哦对总统大选有做了一些比较静置性的一些这个判定啊就是说呃因为说是什么叛国者叛乱罪啊所以就限制这个川普不能参选这样的一个约束 起码有三个州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嘛那最后最新的一个状态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最高联邦最高法院啊就把它推翻掉了推翻到州法院的一个判定 说这个是属于国会的一个权利啊那川普还是参与这个共和党的内部的一个初选还是可以成立的 那所谓美国当地时间这个六号的一个超级星期二初选那个结束之后呢呃现在连川普的最后的一个竞争者就是那个州长这个海力呢呃也宣布退出这个初选啊 那所以这个非常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局势就是现在川普跟拜登要延续四年前的一个对决 也分别代表共和党跟民主党在今年的总统大选里面再做一次的一个对决 那川普虽然这个争议性比较大啊外界来看啊但是他在美国的一个受支持的一个程度呢 其实也不能忽略了啊也相当有一个实力的一个存在 那些变成说前总统挑战现任总统的一个戏码又要登场 那这个部分当然国际上面就会非常的一个关注 到底这个美国大选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对国际来讲的话会不会产生不同的总统产生之后 不管是拜登年任或者是川普再次登上一个荣耀之座 这个对国际上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影响会是怎么样 在过去这个川普跟拜登这个两位总统的一个执政期间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部分就是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或共和党也好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秩序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都认为中共是国际秩序的一个破坏者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那美国到底要拿哪些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应对 那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在这个川普时期 川普总统有所谓的这种退群的这种的样态 那拜登总统在这个四年的期间里面 他当然是透过了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呼吁 然后奔走当然也是把一些这个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重新再团结起来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对于这个未来的国际局势上面 当然因为在拜登总统时期 那目前有不管是以哈的这个危机 还有包括乌俄的战争仍然在延续当中 那如何能够去终结这一些的问题 当然还是必须取决于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国力的一个部分 也就美国的经济要怎么走下去 那现在的这个川普跟拜登 其实对于美国的经济要怎么样子复苏 以及包括了许多的这些边境的偷渡客的这些处理方式 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许多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见解 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包括这几年下来 美国的人民从所谓的从通膨要逐渐的走出 这样的一个美国经济的付出 那如果换了总统之后 这一些政策的这个延续 或者是政策的这种反复上面来讲的话 会不会造成国际社会 对于美国领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再度的这个又有重新的疑论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 包括中共在内的操作 这种以美论的一个方式又重新的再回来 所以川普跟这个拜登在他们的一个政策的辩护上面来讲的话 绝对不会只有是美国人的一个事情而已 特别是我们看到川普的中美贸易战到拜登的中美科技战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要防堵的就是中国的电动车进入到美国市场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国安的问题也好 资安的问题也好 所以这一场的这个选举里面 其实我觉得还是关系到美国的内政 还有经济上面的问题 这个看起来对外的 因为他们的竞争 川普跟这个拜登的竞争 内部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大一点 那对外的话 其实他的一些同质性应该战略上是一致的 比如说对中国对俄罗斯等等 但也许会差别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差异而已 好 非常高兴这个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 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 节目进行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